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福奇车的并行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14集的节目 我有跟大家聊过了 我最近的工作非常的忙碌 我会专门以Legion级的玩具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节省我的时间体力 也能够让节目能够维持一个更新的状态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玩具 是汴江第一集的时候 Legion Christ Breakout 台湾的翻译是叫做黑魔 然后大陆的同样朋友们称呼它为眩晕 那文杰哥有特别著名 看起来是沙漠色 其实是黄画了 这款玩具的话 确实我以前看过 已经是没有这个颜色 但这个黄画也黄画的太有艺术感了吧 直接变成沙漠型的配色 所以说官方的玩具有这么神奇的 经过10年的岁月它会自动升级成第二种配色 好吧 那这个玩具的话保存得非常好 你看这个地方就是球馆 可是我这样子晃动 你看完全能够完全不晃 完全不眩晕 这个非常的了不起 那作为一款传奇机的玩具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还是保留了Blackout侧边 肩膀两侧有这个高耸的一个零件 头条也很漂亮 尤其它的眼珠子是红色的 涂装也涂得不错 面部有银漆的点缀 胸口这里都有 然后手部的话 这里还挖了一个洞 但是玩具本身没有附带武器给我们 手臂的可动的话 这里是个球关 它可以360度的转动 然后的话 这个手肘可以往内弯一些些 但是还是非常有限了 那从后面来看的话 就整个是一个超级门 不对 这不是门板手 是鸡 鸡头手 那后方的翅膀的话 你要把它平均分配的话 可能就是会稍微散开一点 然后这个尾巴放上来 保持这个形状 那这个尾巴就是直接在后面 它是没有办法拿到移动到手上的 这个要求的也太多了吧 脚的话 利用了两个球形关节 但是这个 这个脚啊 它只能够外八 外八 这样子去站 它不能够前 不能够往前 然后屈膝 做不到 因为它的膝盖是没有得弯的 它这个开口的话 就是是在侧边 这点是比较奇葩 不过作为一个 Legion级的玩具 就不不要求那么多 而且这是你像07年到现在 都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一个玩具了 好吧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这个Blackout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在电影第一集的话呢 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大的震撼了 尽管我是从第二集开始看啊 所以看到第一集的这个Blackout的这个画面的时候 其实我是没有那么震惊的了 那这个变形的时候呢 这个球罐的话 我建议这里把它给捏住啊 然后转动这个地方 由于它的这款玩具的话 这个球罐比较紧啊 所以我是建议的话是这样子变 当然各位也可以不用在意我怎么变 因为可能各位也没有机会玩到这一款了 这个地方就把它给塞进去 以及这里的话呢 记得这里有个凸啊 这里有个凸 这个凸要卡进中间的这个凹槽啊 是中间这个凹槽 这里一样反折进来就可以了啊 这个地方公差算的是比较比较 比较精准 但是这个地方就是要利用一点塑胶的东西把它抬上去啊 捏紧 然后最后这个尾巴放下来 然后呢我们将它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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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旋桨收起来的那一幕啊 相信是大家啊 如果是电影第一集就看过的人一定非常的感动的啊 那这个滚动性是还不错 好转转动性嘛转动性 OK 这是一个这个Blackout的一个直升机 那第一集跟第二集的那个家伙是不同的啊 第二集那是Green Door啊 是另外一款了 那它的一个细节就给各位稍微看一下 因为是小体型的玩具吧 就就是一个基本的嗯 直升机的样子啊 那它的前方一样是一个是应该是一个雷达了 应该是雷达的一个一个 不知道是这个雷达还是这个雷达OK 大家可以在弹幕里头或者是这个这个留言区跟我说明一下 那这里没有这里没有没有的卡住啊 所以它会往上翘一些 但是也无所谓啊 啊体型非常的小啊 那这是一个deluxe等级的玩具 OK 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 啊给各位分享这一款啊 本来是原色 但是已经莫名其妙的黄画变成沙漠配色的这个Blackout 谢谢各位的收看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